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张平面运动 那平面运动顾名思义就是说 这个指点呢可以在xy平面上做运动 那也称为二维运动 那这张总共包括五个小节 在第一小节我们会介绍有关向量的基本观念跟运算 那向量的计算在后面物理的学习里面 常常会使用到 所以同学呢一定要把它学好 那第二小节是跟第一张直线运动里面类似的 一开始会介绍一些运动学的基本名词定义 比如说位移入境长,速度速率以及加速度 那第三小节跟第四小节 我们会介绍两个常见的平面运动 比如说水平抛射,斜向抛射 第五小节呢我们会讨论到跟第一张类似的相对运动 那只是在这边呢是平面的相对运动 例如说夹呢往北跑 那移呢往东跑 那请问夹看移应该是如何跑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平面运动 当然我们要能够精确描述一个指点 它如何在这个xy平面上面跑 那当我们会描述它如何跑 那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去了解 诶,它到底是受什么样的力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的 会以这样子的模式来做运动 那这个就是进一步 学习动力学的基础 那在进入课程之前呢 我们先讲一下这张主要的这个物理观念的精髓 那第一个平面运动又称为二维空间的运动 那我们首先呢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红色的球呢是自由落体 同学很熟悉的 好,越掉越快 那绿色的球呢是从同一个高度做水平抛射 好,老师如果问你一个问题 说自由落体跟水平抛射哪一个会先落地呢 好,很多同学都会回答是自由落体先落地 因为它走的距离或者路径长看起来比较短 那绿色的球的路径长看起来比较长 好,答案是错的 这两个从同一个高度落下的时候 自由落体跟水平抛射会同时落地 为什么呢?我们看右边这个图 右边这个图就是水平抛射的解析 我们看一下如果我把一个绿色的球呢 用V0的出速度向右抛出去 抛出去之后呢 当然它会沿着一条曲线呢做运动 好,那这条曲线呢 瞬间速度是沿着切线方向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的瞬间速度呢 分成X方向的分速度跟Y方向的分速度的组合 好,把一个切线速度分成X分速度跟Y的分速度的组合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一个水平抛射的物体 它在Y方向其实就是一个自由落体 只是它在自由落下的同时 向右呢做等速度的水平移动 好,那后面呢 老师会做更清楚的解析 所以像这样呢 我们把一个二维空间的运动 分解成两个独立的 而且彼此互相垂直的直线运动 这个观念呢 就称为运动的独立性 那这六个字呢 运动的独立性 就是掌控这一张学习观念的主要精髓 请同学一定要记得